医院副所长 来 你记得住 不用不用 坐这就行了 客气什么 这一会儿还要听 去你的分析一下 来 坐这儿 好 好 人到齐了 我们开始吧 这一年的时间啊 很快就过去了 我想 一年前的那场经历 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 原来我们想 经过了这次 两败俱伤的交手之后 夜宵集团 会彻底地复免 但事实上 并非如此 夜宵集团 非但没有停止坐案 而且还成立了新的集团 并且采用了更加隐秘的方式 和我们警方斗智多勇 虽然经过了几次的交手 我们打掉了 他的一些外围力量 但是夜宵集团的核心 仍然是钢板一番 直到我们抓住了顾小倩 但遗憾的是 顾小倩在跃一跃的过程当中 因为拒不而被击毙 报告 进来 通关系 传票 谢谢啊 顾小倩死了 线索断了 虽然夜宵得很心疼 但是她也可以 长长地出一口气 因为她也许已经知道 我们是在利用顾小倩 钓她这条大鱼 那么因为顾小倩死了 所以我们钓鱼的计划 就彻底失败了 但是现在我可以 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厨 笑到最后的 一定是败 因为叶霄 不仅损失了顾小倩 她马上还会损失 另外的一员大奖 这个人可不简单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为叶霄是通通报信 暗住陈仓 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能 那么叶霄损失了这个大将 她一定会心疼得流血 这个人身份很特殊 他是一名警察 是叶霄集团 在我们公安队伍里的 一颗钉子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上 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 这个人他究竟是谁 我来说出迷疑吧 我知道 长征让我参加这个会议 是什么意思 他亏欠我呢 所以想让我来谢谢私恨 是什么意思 有 没十分 比较可能 都是目凳 告诉大家 还要加入 职好 有的 我们的 你说话 我没听不懂 杨总局 报仇 这部手机最后有通话 人的程老师 这部手机没有通话记录 也没有短信息 永远不留通话记录 这应该是 夜宵集团的要求吧 虽然把通信记录给删了 但是还可以查出来 学长 是 张队 我们俩的可不是一年两年了 你不能这么对我 帮我硬是跟夜宵联系到一起啊 杨卫啊 你跟我可真不是一年两年了 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们是不会抓你的 你们有什么证据啊 坐 我设计引小莫回到江阳 投靠夜宵 但是夜宵发现了这个企图 那么在抓捕小莫的过程当中 我们和张队的一个 临时抓捕行动撞了车 结果 小莫因为拒捕 被张队击毙 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张队为此蒙受了不白之援 那么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 正式地向张队道歉 咱俩的账以后再算了 我这还没说吧 我很快就排除了对他的嫌疑 之所以还要对他进行监控调查 目的就是为了麻痹真正的内部 所以说 即便是张队长不开枪 小莫也不会活下来 他一定还会死 为什么 因为你杨维当时就在抓捕的现场 你是绝不允许一个小罗罗 给你们整个集团造成威胁 当然啊 非常可贵的是 张队长利用自己多年的侦破经验 和非常优秀的侦破能力 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 被我们挖出了这个真正的内部 就别给我带高帽了 咱们俩是差不多时间发现内鬼的 其实啊 没有早早地对你解除嫌疑 我也不敢在郭愁眼泪底下 给你行方便吧 那这个账也得算 张队 你说一说你判断的全部过程 就像常常所说的 那天即使我没有开枪 小莫也活不了 因为当时杨维起着窝图 迫使所有人的行动都要加快节奏 而现场模拟显示 其实杨维比小莫很近 事实是 就算我倒霉比她早开了一枪 你说这是推测 没错 毕竟你没有开枪 那所以你能不能凭推测来抓我吧 杨维你给我听好了 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们是不会动你的 你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顾小倩约遇之后是你接应的 其实当时我就怀疑你了 如果不是长城拦着 我会一直跟着你 我分析资料 发现成交是叶肖集团 比较喜欢落脚的一个地方 是 实感就曾租住在那里 小莫也是最先落脚在那里 所以成交对于叶肖集团来说 有很多便利之处 而最能提供方便的就是派出所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 那么那鬼就在成交派出所 张队 他能这么年警察了 我就是你的逻辑太牵强了吧 你说我的逻辑牵强 那我就告诉你 我是怎么验证我的结论的 当初 长征在推翻张也案结论时 提到了顾小倩 当时的决定是秘密调查 也就是说当时知道这件事的 有梁菊 长征 滴雪菲和武 而随后 叶肖已重出江湖的手段 来掩盖顾小倩在百花谷的行动 那么知道这件事的还有谁呢 我拜托林翰帮我了解 长征调查顾小倩的全部过程 结果发现 这个人就是 成交派出所的副所长杨薇 因为长征和滴雪菲在调查 实感在三里铺的住处过程中 杨薇参与其中 并了解了信息 我再补充说明一点啊 在场的所有人当中 除了我和滴雪菲以外 杨薇她是最早见过顾小倩照片的人 没错 发现了这一点 我马上明确了我的判断 如果我不是内鬼 那么内鬼 就是杨薇 杨薇 杨薇 你告诉我 是你还是我 拿着我 来 喂 大哥 老三 给你二个少点吃 好 我知道 我去办 我给你掩饭 你别别人 你别人 我还不可以 我只是锦组 我都被热了 你不就在地上 我都被热了 最后我死了 地上 都被热了 那是夜宵集团手下的一员大将 前两天张也被杀 就是这女的干的 真够狠的呀 服务员 拿点茶点过来啊 雷老大要找咱们几十哥们出来聚一聚 庆祝一下 是得庆祝一下 你说那个什么夜宵太不自量力了 这江阳是谁的地方 那是雷老大和咱们哥们的 敢上这儿做 飞龙江那好哥们刘雪你还记得吗 多新鲜哪 那是咱在咱面前开了枪 杀刘雪那小子 也是夜宵集团的 咱得把那小子夜宵挖出来 把他干了 雷老大找咱们几十个哥们出来 估计就是这意思 雷老板 好久不见哪 想咱兄弟了吧 生意还不错吧 还可以 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我们几十个兄弟在底下帮忙 你这些烂事我们悄悄地给你摆给你 可不是 得让林老板门前干净啊 这门前干净了 生意就好啊 那谢谢你们了 别走啊 还有什么事吗 是这么个事 夜宵集团你知道吗 夜宵集团你知道吗 那可是专门绑拧这些大老板 雷老大想摆个业 一是想让手下几十个兄弟合计合计 摆平夜宵为民除害 二来呢 是庆祝夜宵手下几元大将 耿批 跟他叫个号 让他知道知道